大家好,我是王灿子 我是一名咨询心理学博士 也是在加州和威斯康辛州的执照心理咨询师 我非常关注留学生的心理健康 也希望在这里今天讲到的这个话题 能够帮助你变得更有人缘 受更多人的喜爱 在美国的社交文化里面交到更多的朋友 首先第一点 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倾听者 那么就是当表现出你对别人说话和他的内容的兴趣 这个时候呢 可能你通过身体前倾啊 点头啊 或者说嗯 就是表示你在同意或者是你在接受他的信息 当然如果你可以的话 更多的可以对他说的话进行一种反馈 也就是表示听到他说的话以后 引起了你的一些什么样的思考啊 或者是给你带来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所以呢 所以呢就是说不光是要分享你的你的想法 还要分享你的一种感受 比如说我听到这个让我非常惊讶 或者是嗯 非常开心 我觉得跟你有更多的共同话题了 嗯 第二点呢就是嗯 在你跟别人交谈的时候你先想一下你要说的这个内容对方是否感兴趣 嗯 那么这是一个谈话的艺术了 就是说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你不光只是输出你感兴趣的话题 你要想一想你说的内容是否能够得到对方的回应 那么所以你要讲的话可能也要带到对方的兴趣点 嗯 对方是是不是能够有共同话题跟你继续聊下去 而不是只关注这是我感兴趣的我想聊的 在你跟别人的谈话当中呢 嗯 也要保持一种温和的笑容 这样比较会让人觉得你很容易接近很好打交道 嗯 那么具体谈话的时候呢 嗯 也有很多的方式来帮助你表示你对对方感兴趣 对他说的话题感兴趣 这样的话你才能够鼓励和促进这个你跟对方的谈话继续进行下去 那么怎么样来表示你感兴趣呢 那肯定就是说当别人说嗯 说一些话的时候当你不知道怎么接的时候你可以多问一些细节的问题 就是继续继续问他一些问题嗯 接着他的这个话题聊下去 嗯 当你觉得嗯 你对对方的观点不同意的时候这个时候嗯 也可以进一步的问一些问题来帮助你理解他 嗯 是从什么样的出发点而不是说一上来就反对或者是跟对方进行争论 嗯 因为你的目的是在接交朋友或者是嗯 扩大你的社交圈而不是争搁你对我错 嗯 我们说话的语调也很有关系 就是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不要发出特别嗯 说话特别的快或者是音调特别的高这样的话可能会让人感觉到有一种压迫感 嗯 你可以声音放的平稳一些嗯 语速放的慢一些这样会让人觉得听你说话很舒服 嗯 还有就是当你不知道是不是要说笑话或者是讲一个故事的时候 当你不确定你能够把这个笑话讲得很很好很幽默或者是你的故事是不是很吸引人的时候 那么你就尽量避免说笑话或者是讲故事 而是更加严谨一概的表达你想说的这件事情 嗯 最后呢嗯 能够帮助你嗯 获得更多人的人员的就是给别人赞美 当然这个赞美我们需要是你是真诚的赞美而不是虚假的赞美 不是说是需要你发自内心的觉得这个人的这个特点好 嗯 然后要最好是给一些具体的赞美 比如说嗯 嗯 我觉得你的字写的很漂亮 我觉得你的嗯 你的穿着非常有style 或者是你的嗯 我觉得你的学习非常努力 嗯 或者是你非常的懂得关心别人 你很了解别人心里想什么 就是说把话说的具体一点这样更能让别人感受到你的真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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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